《拉琴》不光是我的专业 也是明老师留给我的一切 对于《拉琴》我绝对不会敷衍 就是接到邀约 但有的时候因为是不喜欢的音乐 或者不喜欢的乐曲 那我就不会接受 因为只有喜欢才会激发 我演奏的欲望 我们那个年代 是一个文革后期的年代 如果说没有一记之长 因为是家里的老大 那么有可能会被安排去外地务农 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有一记之长 所以选择了音乐这条路 参加了上海市朝宁区少年宫 所以那个是我学习音乐的摇篮 我跟明老师学情是老师追着学生教 我们那个年代上课是老师又管上课 还管吃饭 尤其是在我比赛以前 他是抱病 曾经在马路上走了两个小时 从医院走到我们家来找我 要给我上课 所以完全就是他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阳关三叠》这首古曲是根据唐朝诗人王维所写的诗 《未成曲》而改编的 是后人把《未成曲》作为影子后面填词 一共填了三段 所以称为三叠 改名为阳关三叠 明老师的版本是根据古琴曲《阳关三叠》 而改编为二胡独咒曲的 他一共曲至三叠中的两叠半 主要是表达朋友之间生死离别之情 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 在生死离别的时候所表现的方式跟现代人不太一样 他看上去平而静 类似上面看上去是水平 但是下面是废水 这首《阳关三叠》的主要的难度在于 第一 情绪的把控音乐的情景的掌握跟布局 第二 它的律 音律 它的音准 因为它是根据古琴琴曲来改编的 所以当中用了很多古琴的演奏技术 二胡是一个非常靠近人声的一个乐器 其实我们所有的音乐 很多都是从古代都是用人声来表达的一种情感 所以如果说用乐器来模仿声枪的话 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听懂这种音乐 音乐艺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懂 是艺术的最基本 但也是艺术的最高层 感谢观看